Hello, 大家好 今天因為軒仔有種種問題, 大家都知道有些黑雨等等 所以結果只有我一個去錄 所以用多了一點時間去準備 還有提及我們辦公室在柴灣, 而柴灣就是水浸 但我來到的時候, 其實水浸已經清了很多 其實已經沒什麼事了 我去講講 天文台昨天深夜11點5分發出黑色部雨警告訊號 除了天文台總部在昨晚11時至12時的時候 也錄得破紀錄的最高雨量 至今日下午3點40分除下, 黑雨警告維持了16小時35分鐘 1999年的5個小時47分鐘多出會 那時候是五個多小時, 今次是十幾個小時 今次是一個是16點幾個小時, 16點35個小時 有時有來維持黑色部雨的最長紀錄 今次大家都知道是發生了很多問題 很多事件等等 但其實相比起1970年的時候的豪雨城災 7.3的時候的豪雨城災 不知道是7.3之類 今次其實只是一些財物損失 其實香港可以看得出很多人罵 怎樣怎樣的狀況 但其實香港如果是把一些基建去洗在一些極端的 極端氣候那裡 實際上就是會造成一些浪費的 其實已經沒有造成人命損失或者造成什麼 那都是很好的 那今天 我下午就約了林昭榮吃眼 因為他就從大陸回來 大概是十二點幾 回來 那就 我想著他回不來 誰知道他回到來之後 交通非常非常之暢順 於是乎沒有辦法 唯有挖一下排在身 於是乎就去 那時候又說 我家的升降機 又說壞了 結果又沒有壞 結果仍然照著出來 那便非常之不堵塞 便走到去 那雨勢是非常之少的 那就是 所以 實際上我都並不認為 是可以一個黑色暴雨 是可以能夠 上天有這麼多水 可以能夠落到來 那所以 我就認為 我都應該有幾有信心去說 其實那個黑色暴雨 為什麼上次是五個多小時 今次是十六個多小時 其實大部分時間 因為今早我也不聽見很多雨 我覺得大部分時間 都是他想暴雨 是下來長一點 就那個時間 那個黑色暴雨的警告就長一點 然後就等到大家是可以能夠 是 清理人員 清理現場 因為如果不是 實際上沒有時間清理現場 雖然我認識的人住在 譬如說是 洪山半島 就是大潭 那樣 那兩邊都封住的 那些沙泥傾施下去 那如果在郊區那裡 還會很嚴重 很嚴重 那我想地鐵站 也都在渡部運開 那所以 我就認為實際上 為什麼 那時候是五個多小時 今次是十六個小時 今次我相信 我固然是相信 認為是比一九九九年 嚴重很多 不過實際上 就是 都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 他想多點時間去清理現場 那所以就講久一點 這個時間 那也都是看得出 從上次那個大風十六風球 到今次 其實 那個損害就不太嚴重 比其他以前的時候 雖然說很大風 或者之類 那固然上次 受到風球 沒有以前說得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好像現在天文台 或者整個香港政府的取態 以前說理事力強 現在香港政府的取態 就是說 零枉無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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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他會對經濟受到損害 他也是對於整個 就是見仁見智 但是對於打鼓掣來說 固然是一個福音 不過我想大家都要是 留意一下我們講講 留意一下那個 政府的新的政策 這個似乎是政府的新的政策 我觀察到 而在這裡其實 現在說的那些事情 我相信說的那些事情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也不用特別去講 唯一要講到的 就是一個非常之大的新聞 就是性感港女被困 這個港女都不錯的 然後呢 被消防員紅抱救出 超開心的表情 就震驚網民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這個豪雨最大的新聞 據說那個消防員是很帥的 所以記住 消防員是一個女性的吸引力 是很強的 現在今時今日 消防員應該是遠遠 在眾多紀律部隊 我第一 因為至少是 至少是 夠大隻 而且是很空閒 即是可以是 好像花姐的防禮 那些人有個說法 就是 once you go black you'll never go back 那些人 我一直都認識一個女性 那個都是一些 屬於一個明星 即是Model兼明星 出名的 那我免得說是誰 她 自從跟一個消防員在一起 之後 她說她從來都是找回消防員 直到後來她找到 都是找到一個明星 但一個明星是武功很高的 那可能都有消防員的體力 那這個花邊新聞就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下一單 另外說一說 就是深圳 深圳 由於是深圳的大水 那深圳水庫 水位就接近了信限了 那在9月8號 然後呢 即是令時15分鐘開始排紅 那流量呢 就是每秒鐘70至80六方米 那就是 這個都是迫不得已的做法 那就是香港都這麼嚴重 那你沒有 水庫只是做暫時的儲水而已 那你沒有辦法能夠可以 完全防止洩洪 不過問題呢 就是這件事呢 就是被香港人就在那裡笑 就是說 因為香港政府說 深圳沒有洩洪啊 那反到謠言 那反到謠言沒有多久之後 就馬上洩洪了 那所以整件事就會 會令到人是 是 給人家一些口實 那但是呢 就是 我相信就這件事去說一說 就是始終 嗯 深圳水庫是不是蝕洪這些 那些事情 大家當時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那港府似乎好像是不夠 勞煉 就是你只能夠說 不要說謠言或者什麼 就是暫時應該是說 如果小心一點的話 那個公關比較 比較勞煉一點 尤其是看這種情況 應該是說 啊 暫時還沒看見這個情況 就是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被人家去講了 就被人家樂以口實 因為世界上 永遠說永遠 以後的事情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第三件事呢 都是跟那些什麼有關 都是跟紅水有關 就是勞工處提醒僱主 除了必要人員之外 不一要求返回工作地點上班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很應該的做法 但是其實呢 我們呢 是 嗯 香港呢 很多地方 都是 很多事情 比如我們 打風 打風最好啊 OK 最好做什麼呢 有人說 喂打風啊 或者什麼 黑色暴雨 一暴雨好像沒什麼預警 打風就可以了 那但是問題最好是什麼 最好就是 打麻將啦 是不是先 或者是吵架 哇 那真的實在是最爽了 那但是問題就是 有時候很多人家不會 那去聯儀會 那聯儀會的人 要不要上班放工呢 那或者是 那些人說 哎呀打風去去商場行啦 或者是什麼去戲院 那戲院似乎 好像都是不下班 那接著就去喝茶 那我今天去喝茶 那些人都照樣上班 那有一些其實 我們都會知道 就是聯儀會啦 或者是 戲院啦 或者是 餐廳啦 其實他們都不必要去冒這些風險的 那現在 那為什麼他們要去冒這些風險呢 那其實我都不覺得自己是很需要的 所以農工署這樣說得對的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究竟是不是有沒有這樣的需要 有沒有這樣的需要是 就是 訂立一些規矩 令到那些人是不用那麼辛苦上班 那現在打風其實很簡單 因為那些人是先開放工的 但問題是 黑色暴雨、紅色暴雨啊 那些東西似乎是 很突如其來的 基本上你如果要走的話 是離開更加危險的 那麼那個時候 是不是那些人應該留回來呢 你現在16個多小時的話 好像是 如果那個人出街的話 更加危險下班 你看到很多人都在街頭 為什麼在街頭走來走去 或者在街頭滑走去 滑走一百米 喂!你滑一百米當然是滑一百米啦 喂!那人都趕著回家的嘛 但問題就是 那些時間 如果是黑色暴雨、紅色暴雨的時候 那些人是應該留在 所在的地區 就比較安全一些呢 因為你會發現 黃色暴雨 從黃色暴雨 那些是否应该要他们留在当地呢? 但如果留在16个小时,那又怎样搞呢? 今天另外一宗新闻也是一些不幸的消息 一个49岁的男车长,即是昨天早上 7号被发现堵沃在车厂行车道上 怀疑被车撞到,送院后抢救不止 另外一个45岁的男车长,试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意外后不顾而去,意外后没有报案而被捕 那九巴那些人就说,死者就是被发现新村具有反光条的制服 但现场没有闭路电视拍到涉事的位置 九巴就说去年的时候更改了新制服 正面背面都增加垂直的银灰色光条,更加符合国际标准 那被发现的时候,死者入职五个月被发现的时候 因为新村具有发光条的制服 由于现场被出入口位置 所以摄氏车道就没有,又有闭路电视 所以不知道情况是怎样的 但是呢,摄氏车辆是会有,如果是巴士的话 如果是巴士的话,巴士会有车鏡拍到事发经过 所以就会有那么相同 那死者就是,有一间车厂不足的问题 九龙湾车厂为例,车厂的泊车位使用得非常之高 亦在希望是改市的问题 死者负责一辆路線 按照正常 roads 抵达九龙湾车厂报道 大概7时半,被发现到 在上尺路前往天台乘车的出口位置 天台有足够的证明系统 他懷疑是被較早時另一輛巴士盜駛時撞到 而該車呢,巴士有其他職員駕駛,似乎有盜車鏡頭和車尾距離感應器 照計都很安全的,因為有盜車鏡頭應該都很安全,應該都有疏忽 但疏忽到你撞到的人都不知道是什麼,我覺得比較好似奇幻了一點 但是我看見那些貨車的時候,現在的貨車,就算是今時今日 都有車到後鏡那麼流行,都有些人在後面看實 究竟巴士需不需要有人在後面看實,因為始終都有一些盲點 所以都是值得去注意這些問題,至於巴士的拍位不足 其實大家都看到的,一定要回去廠拍 但是究竟有多不足呢?我其實都會看到晚上很多貨車的位置很不足 其實你看見一些位置,譬如我們去柴灣 柴灣的斜路上那些,逢側的斜路,墳場那些位置 晚上就拍滿了車,為什麼呢? 因為夜間很多貨車是距離位在省錢 一定要拍在街邊,不然走一大段路回家 不然他們就要給車費,一個月就算是兩千元車費 你也是很不得電的 所以我相信政府也要處理這些問題 即是那些大型的車輛,或者找車的時候 晚上都要拍的,那你拍的時候 究竟你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 我想政府也沒有想過,都是有個去拍街,或者之類的 所以巴士反而是比較少一些的狀況 你如果是貨車那些,其實那些地方 可能他們拍開車,走回家 到的時候,因為他們拍到月,到早上拿車 可能要花兩個小時的時間 但問題就是他們想省分每天一百幾十元的車錢 所以他們都要這樣做 我想政府也要想一想究竟這些賺錢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我認為將來的時候,香港可能未必 但是將來的時候,我一路大家都會說 就是,喂,那個叫做是 很多人會以車為家 以車為家 那那個叫做大家 我今天在這個工作,明天在別的工作 今個月在這個工作,明天在別的工作 在中國這些大地方 中國這些大國,或者在美國這些大國 會將會越來越來越 歐洲這些整個一體化的地方 都是越來越流行的 所以香港到最後,我相信 都會有很多人以車為家 因為以車為家 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好處 包括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你其實車是一個電腦 一個動得到的,動得到電腦 你無論去到哪裏工作 去到哪裏工作 去到這個城市工作 那個城市工作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行為 很簡單的動作 所以將來有車和沒有車的分別 就好像有智能手機和沒有智能手機的分別 所以我相信政府要有一個前瞻 預計這些問題 接著就是消費會 消費會 如何獻責四個位於銅鑼灣的藥店 指責那些藥店的不良營商手法 瞞騙消費者 如何獻責那些新農店 即是賣的那些 金面兩、兩面錢 那些不良營商手法 所以周時買過十六倍、十倍、十六倍 然後迅速完成交易 這些周時也有 當初一聲稱 那些已經是不停地改名再做 環球大約方、約成、五、二、一、生活百貨 全部都是這些 我不明白香港為何由消費會處理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是警方處理的 很多人當然有些會燒黑社會背景 有些是圍著你、不讓你走 我覺得如果警方不處理這件事 不直接拉他們坐牢 基本上這些是改名再來過 其實不要這樣改名 就算不是 買了之後 買了之後 大家買東西的時候 或者外國人來的時候 怎會理這些問題 怎會理這些東西 警方是廢的 如果不理這些東西的話 整件事 令到消費會去做這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已經是非常之... 不適合的了 已經去到消費會點名 誰人買東西之前會看看消費會 究竟這個人是怎樣的 黑名單 都是這樣處理這件事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也是 香港政府完全沒有的 理到一些民生事務 各位 今天就是因為大家知道有豪雨 遲了錄 有個不順手 雞手下腳 所以大家會知道 本地... 很抱歉 本地新聞就是 今天分兩條片 本地新聞就是現在去 我們處理一下 夜些我會再錄兩個國際新聞 希望大家內心去觀看 事先有些東西去觀看 就是內心等 我想大概... 這條新聞出兩三個小時後 就會出了國際新聞 兩岸國際新聞 多謝大家奉獎 心甘抱怨 我不是故意 說要是便宜 我不是故意 說要是一條文 不幸 那樣 我也是 那樣 我也是